劉德華,她穿得很Casual 但你可能會問我是不是她穿得太Casual 其實對於我來說,是的,我覺得她穿得太Casual 甚至她是一個日常的活動 她可能不需要她那麼方式 但在東南亞來說,我相信她絕對可以穿得更好 我意思是Casual得來,我們所謂的要Smart Casual 當然如果大家有留心看到或知道Fashion 她已經穿了一雙很出名或很流行的Sneakers 這雙Sneakers是不錯的 但她上身來說,大家可以看到 無論是Jacket或者T-Shirt 甚至她的Jeans來說,也是太過Plain Jane 即是沒有花款,也太過Casual 我相信她穿了一件所謂型的Jacket 再加上一件Grafx的T-Shirt 我覺得會更加好看 古天樂來說,是穿得比劉德華 這次是優勝 為甚麼呢?大家可以看到她 首先,她只是Black and White,很清潔 但她看起來也很清潔 而且她看起來也很簡單 我們所謂的,即是她持有這個Simplicity 這個Simplicity 就有一個很清潔的Line 看起來整個Look也很清潔,很清潔 而且你看到白色襯黑色,非常好看 她特意穿著白色的Pure 白色的Sneaker 就穿著她這件T-Shirt 看起來很清潔,很清潔,很清潔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Smart Casual 她看起來這個Look也不太好看 不是太差的 但也不是很好 也是日常活動 也是可以不需要Formal 但我也是那句 所謂Smart Casual 大家可以看到她的衣服 她的衣服有很多細節 有Enborder在袖子裡 又有不同的Tracker Print在身上 大家可以看到 但反過來,她就搭配一條 太過Plain的牛仔褲 這條牛仔褲其實是高腰 淺藍色的牛仔褲 所以完全是很Plain Jane 真的又是什麼都沒有 相對來說就不平衡了 上身來說就有很多細節 下身來說就沒有 什麼都沒有 我相信現在香港應該是很熱的 你穿Angle Boots 還要是Sway 會不會是Too Hot呢 所以相對來說也差一點 很對不起 我真的不喜歡這條裙子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首先這條裙子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2-in-1衣服 本身的長度是怪怪的 對比太大 本身裏面那條太短 外面那條太長 這條1衣服 我認為這條1衣服 都不是一件好事 以為設計來說 再加上 大家可以看到 它裏面的Underdress 其實沒有設計 那既然裙子裙子的設計 和細節不是那麼多 為什麼外面那條裙子 要是全部Sea Thru呢 除非你裏面的設計 是很細節 你需要展示給別人 所以你外面那件 才是全Sea Thru 這對設計的Boost 挺漂亮的 但可惜眼色就錯了 因為這條雖然是灰色 灰色搭配黑色 通常都可以 但這條灰色來說 我們叫做Warm Grey 即我們Industry來說 屬於一隻暖的灰色 是一個暖色 但這條黑色來說 它最黑色是一個 Cold Colour Type 所以相對來說 完全就是相反 大家也看到 無論是裙子 或者這雙鞋 都是非常細節 那你既然這麼明顯 但是不是不好看 不是的 大家也看到了 它根本是不延適的 對嗎 對這條裙子 很適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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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我所謂的Smart Casual 你去一個Date Time的Event 你不需要隆重 但同一時間 因為Date Time 你也可能不需要Formal 你可以穿得Smart Casual 像他這樣 看上去 很Sexy 很Nice 很Feminine 但同一時間Feminine 得來很Casual Casual yet Elegant Simple得來很Attractive 非常好看 還好Sexy